这是首部需要在心理医生指导下 才能看完的大尺度国产悬疑剧 导演投资三亿却因不能过神 只能在海外过出 从浴缸融尸到工地自焚 所有高能画面全程不打马 而更诡异的是 这些死者竟然都是自愿的 在发现了两具尸体后 一个神秘人又向警方告知了张聪剑的死亡地点 当众人来到后 竟发现尸体的周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木雕 很快警方就根据线索 找到了这批木雕的主人 可没想到对方却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 得知方法医的来历男人并不意外 似乎他早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在双方的交谈中 方法医感觉此人一定和自己的女儿有关联 但男人却始终不愿透露半顶消息 没办法的老方也只能无功而奔 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警方根据公共电话的监控 竟然找到了那个打电话的神秘人 看到这个老方瞬间就慌了 因为此人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 我要你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给我放一个名字上去 可他却并不敢告诉大家 为了先一步找到对方 老方决定再次回到张聪剑的案发现场 与此同时 鉴定组的那边也调查到了 荣氏案海谷的身份 死者是一个渴望成为女人的男人 那这一系列的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而另一边 老方在现场周围仔细地寻找线索 果然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个注射器 于是老方立刻就带到了局里化验 里面的残留物是一种高浓度的麻醉剂 而这些人的死因也都是死于这种药物 可这支注射器上却只有张聪剑的指纹 也就是说 将药物注射镜体内的就是他自己本人 在根据先前的种种线索 老方推断出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第一名死者阿浩渴望变成女人 而他在临死前恰好完成了心愿 也正是因为阿浩的死 成功让苏可云的专辑登上了热搜 所以他的愿望也满足了 于是苏可云就来到工地自焚而亡 直接让张聪剑想要举报的公司爆出了黑幕 而完成愿望的他 却选择了在一个木雕的仓库内自杀 因此这件事也让媒体扒出了一个爆炸新闻 天才雕刻师竟然常年盗用他盲人哥哥的作品 意识到不对劲的老方准备前去阻止 结果那位盲人雕刻师却已经消失不见 等到了几天过后 一具腐烂的尸体就被发现在了河流中 而且还在岸边留下了一封信 上面说死者是一个因杀人而坐过牢的绑匪刘光勇 可老方一眼就看出 这具尸体就是那个盲人木雕师的 他来下一名要自杀的就是那个刘光勇 这次的警方准备主动出击 终于在他跳下铁轨的那一刻将他成功抓住 面对警察的询问 刘光勇却是一言不发 无奈的警方也只能先将他释放 结果刚一回家 他又拿起绳子选择了上吊自杀 好在被及时发现送到了医院 根据妻子的描述 当年刘光勇因失手打死了受害人 导致他一直都活在愧疚之中 也许盲人木雕师的死 就是替他来完成对受害人的救赎 可刘光勇想要自杀 又是为了完成谁的愿望呢 而就在警方都为此感到疑惑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偷偷潜入病房 给刘光勇注射了毒药 等到警方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 第二天一早 一段视频就在网络上疯狂转发 都是命案死者生前的影片 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死 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 从而完成下一个受害者的愿望 这一切似乎是被人给精心设计的 前面的五人都已经死亡 而视频最后出现的小女孩 竟然就是老方苦苦寻找的女儿 想要完成我和妈妈的愿望 我就可以好好地离开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顿时就让老方彻底疯狂 他迫切地想要找到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而就在警方正在奋力调查的时候 一个女人却突然来到了警局自首 并声称自己就是 连环自杀案的幕后操纵者 可此时的警方却并不知道 女人来到警局根本不是为了自首 而是为了进行她的下一步计划 因为属于她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